教育局就公中核心科目课程改动 向全港的中学佛文卷收集意见为期一个月 教育局说新改动之下 中、英、素、通识四科的课时 合共可以减大约250个小时 文卷建议通识科五个新的名字 包括公民与国家科、社会教育科等 幕校也可以另题建议 通识科新的课程建议 由原有的六个单元率减到三大主题 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会谈及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 灭到新增10个小时的内地考察部分 也建议改变考核模式 由两份试卷改为一份 总考核时间会比起以往缩短一个小时 不切独立专题研究 当局会向校长和副校长以网上的形式简介改动